高雄首例案1289的最新足跡 當天他搭普悠馬號來到高雄車站之後 是直接步行到這個捷運站 搭乘紅線前往小港站 除了搭乘大眾交通工具之外 高雄案1289足跡追追追 針對5月9號 許子惠成員女兒到底去了哪裡 疫情指揮中心公佈確切的疫調地址 5月9號下午1點半 搭乘台鐵的普悠馬號 一直到下午5點09分抵達高雄車站 接著在5點半到55分 搭乘捷運紅線前往小港站 緊接著6點10分直奔小港全聯的康莊店 才買20分鐘 接著再去汗明路的全日運動健身房 但當中全日運動健身房 分別還有在9號10號跟11號3天 在傍晚7點到8點的時間都有前往 一種的不擔心 大家也怕 有病情要公開 在1289足跡附近的民眾 大家都插雷蛋 口罩戴緊緊 不過這些足跡在疫調公佈前 就已經在網路瘋傳 業者陸續停業 進行內部大消毒 其中全日運動健身房 即日起停業到5月28號 而全聯康莊店則是要到18號 才恢復營運 母親節的時候也回去跟爸爸媽媽一起過節 那在5月9號他是搭乘普悠馬127車次 他本身的座位是巴車25號回到了高雄市 按1289行進的確鑑時間點曝光 提供民眾能夠自我檢視 如果發現自己跟確診者的足跡重疊 又出現發燒呼吸到症狀的話 就能及早察覺通報 早一步阻止疫情再往外擴散 TVS新聞我就是劉璇高雄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S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達事